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前面做了一个库泰科新春纪念版10号电能棒的视频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库泰科645瓦 淡化甲电能卡片双C口充电器的评测 一样的啊 也是新春纪念版 看这个盒子整体都是金色的 这个充电器的拆解视频和图文网上有很多 咱们做不做拆解 各位铁铁们你们说的算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咱们的播放量如果超过视线的话 我就拆解它 你们说可以不 话不多说 我们先开箱评测 首先我们看这个盒子啊 这上面是写的库泰科超薄充电器 65瓦2C口 然后这是紫米库泰科的标识 这里内部有一根C2C的数据线 然后这是充电器的一个图片 然后这里是第三代淡化甲的标识 这上面有写着有制造商的信息 然后这背后面是一张这个充电器的图片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啊 它有两种输出参数 这里有一组 然后这边还有一组 在我们这里用的话 就是200至240伏的电压输入 然后输出的话 C1口最大65瓦 C2口就是20瓦 C1加C2它有三种输出模式 后面我们测试的时候再看 这里还有一组输入 可以支持100至130伏的电压 输出的话就变成45瓦 C1口 C2口的话就是20瓦 同时输出的话一样的是三种参数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条码信息 我们打开盒子看一下充电器本体 这里一根C2C的数据线 这个就是充电器的本体 拿到手上确实是很薄的 这是一张卡子 然后这里有一份使用说明书 这边是中文的 然后打开这一面就是英文的 充电器上面附了一层保护膜 咱们把它撕掉 这上面有一个2024 然后这是库泰科的英文标识 这是一种横向条纹的设计 背面的话它是折叠式的插头设计 然后这里有一个3C认证 这里有一个循环使用10年的logo 然后这里有室内使用 双路绝缘 这个是二维码信息 这边是它的规格信息 这里还有一个条码信息 充电头这一面 它是黑色的 有条纹的设计 底部的话为输出口 这个65瓦的Type-C口为蓝色的 然后这个Type-C口为黑色的手片 整个充电器连所有的包装盒一起是143.7克 充电器加数据线一起是121.4克 充电器本体的重量是80.9克 数据线的重量为40.5克 数据线的长度为152厘米 直径是3.5毫米 整个充电器的高度是77.2毫米 厚度为14.2毫米 充电器的宽度是41.9毫米 也就是42毫米 苹果手机的原装充电器来对比 然后这是库泰科的磨砂30瓦的充电器 这一个是库泰科的67瓦的充电器 咱们进行对比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普通版它是白色的外观 咱们这一个是金色的外观 看着比白色的更加档次要高一点 充电器的外观部分看完了 咱们就进入测试环节 这个就是Type-C ECO的协议支持的情况 支持华为FCP的5V 9V 12V 18W功率 华为SCP档位的3.3-5.5V 20W的功率 三星AFC的5V 9V 12V 24W功率 高通QC2.0的5V 9V 12V 还有PD3.0的65W功率 PPS5V-11V的3A 5V-20V的3A Type-C ECO的协议支持的情况 华为FCP的5V 9V 12V 18W功率 SCP档位的3.3-5.5V的20W功率 三星AFC的5V 9V 12V 24W功率 高通的QC3加 5V 9V 12V 3.6-12V PD3.0的20W功率 手机的实际充电测试的话 我们先还是用这个红米Loto CT Pro 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67W 现在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 现在这个手机的电已经充到98%了 整个手机充电耗时一小时十几分钟 充到50%的时候 这个功率一直在26W左右 充到50% 我把手机打开 开机充电 26W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5-6分钟 然后降了一下功率 然后又回到25W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80% 80%过后开始降功率 一直充到95% 电压降为5V的基础功率 然后一直涓流充电 充到现在 这个温度曲线的话 咱们前半部搞忘了 就是打开采集 后面的话我们采集了 大概30多分钟的温度 最高的温度的时候 在42度左右 咱们室内的温度是16度 华为系列的手机充电测试 咱们用这个荣耀7T Pro 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40W 插上去可以启动双闪充电图标 实际功率在11-12W 现在这个手机电已经充满了 整个充电时间耗时 两个小时零几分钟时间 12W左右的功率 只持续了两分钟左右 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图 然后一直就是11W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80% 开始降功率 然后充到90%的时候 功率就降为5V基础功率 一直涓流充电充满 整个充电时间长度高达两小时零几分钟时间 温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图 最高的时候32度左右 它的功率不高 温度也不高 OPPO系列的手机充电测试 咱们用这个OPPO的KCX 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67W 然后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24% 这个手机现在充电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全过程一直都是在15W左右的功率 很稳定的15W左右的功率 58分钟左右 充到90% 然后降功率 接近20分钟时间 把电充满 全过程充电 电压一直维持在9V左右 它没有降电压 这个温度最高的时候 在38度左右 它的功率在15W 16W 它的温度就稍微涨了一点点 在38度左右 Vivo系列的手机充电 它只是显示了个正在充电 咱们就不测试了 这个只有10W左右的功率 充电也是很慢的 Vivo系列就pass了 苹果的iPhone系列充电测试 咱们就用这个iPhone 13 这个iPhone 13现在是没有电的状态 咱们现在把电充满 这个苹果13已经充到95%的电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曲线图 从没有电充到开机 我们全程都是亮屏充电 最高22W的功率 大概持续了10分钟 开始降功率 降到17W左右的功率 又维持了大概8分钟左右 然后又降功率 降到大概12W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7分钟左右 又继续降功率 充到90% 然后电压 降为5V的基础电压 一直涓流充电 充到现在的95%的电 总共充电时间 一共是1小时28分钟 温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图 最高的时候40度 咱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充电器的功率 拉高到65W的最高功率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温度和能量输出的情况 咱们这个642W的大功率已经持续运行了 一个小时25分钟左右 大家看一下这个能量曲线图 都是非常足的 别看这么小的一个充电器 它输出的能量确实是挺足的 现在充到71%的电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 最高温度一直持续在62度左右徘徊 温度也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一个小时25分钟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 两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启动一个5V2A10W的功率 然后接上大功率的Type-C1口 这边就会断流重新分配功率10W 这边的话就是9V2A18W的功率 这是两个口同时使用的第一种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把这个Type-C口 启动一个大功率 大概在20W左右 我们再接上Type-C口 这边会重新启动 功率的话就变成17W18W左右 这边的话就是大功率43W 我们先接上大功率 我们接上一个5V的基础功率 不会断流 然后这边是10W的基础功率 这边的功率变成43W 拔下来它一样的不会断流 只会重新分配功率 变成最高的65W功率输出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这边在输出大功率的时候 我们这一边也接上一个大功率的 这边也不会断流 它只会重新分配功率变成45W 然后这一边就是18W左右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两个口同时输出的几种状态 这一根1米5长的数据线 我们也要做个测试 上一次那个10号电能棒里面 那一根线太短了 一般的用户的话拿来不怎么用 咱们就没有测试 这一根1米5长的线 咱们今天就要测试一下 首先就是测试它的线组 1米5长的线组 大概就是104毫欧 这个线组非常低的 大家记住这个长度是1米5长的 数据线内部的eMarker芯片读取 这个eMarker芯片的方案 是用的紫米的方案 然后供电能力是20伏5安 也就是100瓦 速率规格是USB2.0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根数据线的压降值 分别测试一下5伏9伏15伏和20伏的压降值 测试这个数据线的5伏1安的压降值 大概是0.11伏 5伏3安的压降值0.32伏 9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0.11伏 9伏3安的压降值0.32伏 跟前面5伏档位一样的 15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0.11伏 非常稳定 15伏3安45瓦功率 它的压降值也是0.32伏 20伏1安的压降值0.11伏 20伏3安60瓦的功率 大家看一下压降值0.32伏 四组档位的压降值 都是很稳定的一样的 这根线的长度是1米5的长度 而不是1米的长度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头的最关键的数据 就是它的交流纹波输出怎么样 分别测试5个档位的空载和负载的纹波 这是这个充电器5伏的空载纹波 70毫伏 波形稳定 5伏3安 15瓦的功率 大概就是140-150毫伏 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 9伏的空载纹波 4-50毫伏 9伏3安27瓦的功率 纹波大概就是8-90毫伏 12伏的空载纹波 40毫伏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 12伏3安 36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7-80毫伏 15伏的空载纹波 也是40毫伏 15伏3安 4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70毫伏 20伏的空载纹波 40毫伏 20伏3.25安 6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是80毫伏 这一个2024新春纪念版的65瓦 电能卡片 各项测试部分 咱们都做完了 充电器的温度控制 功率情况都很优秀 纹波符合国家标准的200毫伏以内 这根数据线的做工也是非常好的 这么小这么薄的充电器 能做到这个水平 也证明了库呆科的工程师的设计 也是十分到位的 喜欢我视频的铁铁门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咱们后面还有很多网友想看的 充电器评测和拆解 都在拍摄中 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视频咱们再见 等会儿 咱们这边